20万的预算 30万预算 想买一台穿越的 可以去越野的硬派SU车型 这台车跟我的一个对比没有 我是1米72的身高 但是站在它旁边 就像是一个小屁孩 而且这台车其实 整个底盘是跟坦克500一样的 它的一个轴距也是2850毫米 只不过它的长和宽 比起坦克500要小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还是一台体量挺大的一个车型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外观设计 就是一个机甲风 看上去是比较硬派一点的 可以看到旁边这些 它用上了一些卯钉的设计 所以看上去是非常野性的 只不过它这种外扩的翼子板 它用上了这种喷漆的工艺 并没有用上那种黑色的防刮塑料材质 总体来说你看到这台私驾车 在经历过一些私驾活动之后 它旁边有一些刮痕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麻烦了一点 尾部方面 半场开式的一个外挂备胎 没有问题 重点是这个外挂的备胎 可以彰显它的野性 而且这里可以用来放一个摄像头 所以大家到车的时候 整个距离的把控会来得更加精准一点 并且它还有侧开的一个门 电锡的一个配置没有问题 并且它还有一个电动脚踏板 所以在这些越野细节方面的一些照顾呢 坦克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后备箱表现吧 其实整体来说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 不算很大也算是一个够用的水平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电池是摆放在这个地台的下方的 在整个整体桥的一个上方 至于为什么放在这里 我待会先跟大家说 至于其他的一些 可能穿越的时候更多的一些行李呢 我们有一个行李架可以摆放 所以这台车我认为它的实用性还是OK的 至于坦克400类似方面的一个表现呢 其实跟外观差别还是蛮大的 它总体还是照顾了一定的使用性 还有豪华性 全液晶仪表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 用上的也是Coffee的一个系统 就是哈佛啊 或者说长城 还有说魏的那套系统 整体用起来的流畅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它也有一个HUD的功能 所以整体来说它的科技感没有问题 另外关于使用性方面 我是要占它的就是这些按键 像是一些空调的物理按键呢 还有一些模式调整的 就是一些越野的低次的叉速锁的 然后一些抖拨网这样的一个功能 都摆放在这里 所以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整体来说它的质感啊 它的这种设计啊 锚钉的一些细节啊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 这个车厢我还是蛮喜欢的 至于大家关心的坦克300空间不够的问题 坦克400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啊 通过镜头 其实跟500是差不多的 整体也是相当够用的 并且它这个座椅十分厚实 并且这个躺的角度 真的是非常舒服 另外可以看到我们这台高配车型 它的一个后排配置 有着全景的天窗 这里有一个独立空调 有充电的接口 并且它这里还有遮阳帘的一个配置 这真的是非常实用 要知道在野外 这个侧边的阳光照射是非常猛的 所以这个配置我认为也是非常到位的 开这样子的一台硬派带大梁的一个越野车 肯定要去越野还是最合适的 不过广州周边没有什么很难的越野场地 这台车在之前的一个试驾 在一些媒体的一个评测中 有了很好的一个硬派越野能力 这里我就不再多说赘述了 说说它的一个越野的一个硬件吧 首先它的接近角达到了33度 离去角达到了30度 并且它的最低理计间隙是224毫米 摄氏深度达到了800毫米 还有我们这台车配备了一个18寸的AT胎 所以它的越野能力 其实跟一台木马人是相差无几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台车是一个HIGH4T车型 就是一个混动车型 也是坦克400主推的一个车型 这个混动形式呢 它是P2的架构 就是电机摆放在发动机跟变速箱中间 电机的一个驱动也是要通过变速箱的 这就导致了它的一个四驱 是一个真四驱系统 它并不像HIGH4T车型的电视驱系统 所以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偷困能力 并且它还可以配备一些牙签式的机械插速所 帮助它偷困 并且我们这台车全系车型都要选择它的前插速所 所以大家如果去越野的话 还是把这个配置选上 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这台车电池摆放的一个位置 像是很多的一些混动型车 它们都把电池摆放在底盘这个位置 但是对于硬派越野来说 这就有穿刺或者说磕碰 还有射水的时候 整个电池安全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这台HIGH4T一个坦克400的版本 它把这个电池放在了后备箱的下方 在整个整体桥的上方 所以它的高度是很高的 所以就避免了上述的这些问题 至于大家关心的碰撞安全的问题 大家想象其实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大梁的一个车架 整体的一个后防震杠是很硬的 所以整体来说并不用当心 它有一个安全 所以关于这台车越野方面的疑问 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看 这台车公路方面的表现 OK 说到它开起来的感受 首先动力方面 我前面说到它是一个P2的一个电机架构 所以它整体还是偏向于动力输出的一个模式的 所以你一脚游下去 慢慢来 然后动力马上就来了 整个提速的力度 我认为比起3.0T的发动机 一点都是不差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一个P2电机 就是发动机跟电机 是放在变速箱之前的 就是它们的动力都能通过变速箱 传输到了整个车轮 就是它总会有一个变速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顺的 就是它的9AT变速箱真的是 任何的换挡在低速的时候 都感觉不到什么样的顿挫 并且电机的加持也让这台车 在低速起步的时候 或者说中低速加速的时候 那种响应性那种畅快的感觉 是比一般的一些用上汽油机的那些硬派越野车要合很多的 毕竟它的体重摆在这里嘛 有了电价值之后 日常在城市里面开会更加友好一点点 另外就是能耗方面了 这台车2.0T配上电机的一个混动总成 相比于坦克300的2.0T相比于坦克500的3.0T 它的能耗都是算是非常低的 尽管它相比于其他的那些混动形式 它的能耗并不会说像是五六升那么低 但总体也不会过时升 无论是亏电还是有电的状态下 大家想想像是那种硬派越野车 其实以往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耗太高了 像是这个还可以加92号汽油 在长途越野的时候长途穿越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能耗加上这个吃粗粮的一个习惯吧 或者说一个能耐吧 总体来说也是有利于它的一个长途穿越的 至于它在公路里面走起来底盘的一个感觉 我认为还是蛮不错的 毕竟它是一个有大粮的一个硬派越野车嘛 所以它总归是那种硬桥硬马的感觉 因为你坐的高重心高 所以它的悬挂不可能调的很软 调的软的话你的重心转移会很频繁 而且整台车会显得很晃 所以它调硬了悬挂 在路过一些不太好的路面呢 或者说过一些刹井干的时候 坐在后面的乘客可能会稍显有点跳了一点 但前排总体的舒适性是OK的 不过呢你在这种比较铺色良好 像是在高速啊 像是这些把油路面啊 像是一些普通的一些选拟路面 其实它整台车的一个舒适性 它是有所保证的 因为它用上的是一个18寸的冷骨嘛 所以它的胎相对是偏厚的 对于那种细小振动的过滤还是蛮好的 另外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车身刚性 也是能觉得到很好的 在过这些烂路的时候啊 你能感觉到整台底盘是很整的 特别是在过一些高速的一些接缝 你能感觉到整台底盘的动作也是足够快的 所以在长途旋航就是 我们去户外穿越嘛 或者说长途旅行的时候 其实80%的路都是这种高速啊 这种国道的这种工况 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舒适性还是有所保证的 说到公路舒适性 除了它的底盘表现 我认为这台车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的隔音 一方面可能它是用了电机嘛 它整体的一个动力系统的一个安静程度是可以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一个隔音了 它这个高配车型前后四个窗都是双层隔音降噪玻璃的 并且它还有ANC的主动降噪功能 所以在日常开这台车真的很安静 并且别忘了我们这台车配的是一个AT的轮胎 是一个越野轮胎 其实它的胎噪隔约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长途旅行的时候 在跑这种比较平整的道路的时候 它的一个安静程度真的是非常绝 我可能比较喜欢运动型车 其实开完这台坦克400Hi-4T5还是被它中炒了 因为这台车的产品力是非常强盛的 可能大家会疑惑 用上这些混动形式 真的对于这种硬派越野车来说是合适吗 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嘛 但是呢你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插混形式 其实是对整个硬派越野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的 我们可以通过插混的形式 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低速响应 一个中低速的提速 并且它的一个沉淀续航里程 可以让我们在城市 平时的一个用车过程中 整个成本会更低 还有就是这台坦克400的越野能力 比起坦克300肯定也是不遑多样的 它可以带我们去往不同的地方 去看不一样的风景 更何况这台车的售价目前还不过30万 所以对于越野老婆来说 这台车难道没有吸引力吗 这台坦克大夫 也不是来的 有一个平时的 那边可以带我们石头的 有两个人之间 都有一个平时的